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官员16日公布了一项515亿美元的五年投资计划 该计划旨在快速的实现纽约地铁系统的现代化 增加70个地铁站 并彻底的改变整个地区人们的通勤方式 据悉在这笔基金中大约有400亿美元将用于纽约市交通改善 其中的373亿美元将用于地铁的项目 交通官员表示这一建设的计划将导致纽约地铁部分地区 夜间和周末的服务延长关闭时间 但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大都会运输署基建部负责人利贝尔说 运输署计划在地铁六段线路上 增加现代化信号系统 再加上地铁L线和7号线的新信号系统 该是约一半的乘客的通勤速度将会被加快 这六段的线路分别是位于布朗市第149街和布鲁克林 Nemis Street之间的456号线 位于布鲁克林 J Street Metro Tech 和Euclid大道之间的A和C线 位于皇后区的Demos Barber Road 和曼哈顿57街之间的N和W线 位于 Jamaica Center 和Key Gardens Union Turnpike 之间的E和F线 位于皇后区的D21街 Queens Bridge 到曼哈顿57街的F线 位于皇后区的Core Square 和布鲁克林的Hall Schomerholm 之间的G线 据悉大都会运输署下一个五年计划 将会为66个新地铁站 修建坡道和电梯 其将在2019年年底之前 开始建设另外四个地铁站 该计划还将购买2400辆新车 其中500辆是全电动车 据悉这项计划的成本相当于 黎巴嫩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投资的计划尚未确定 还必须得到周议员、白思豪市长 和周长库默的批准 今天上午 一名纽约警察局的警员 在石潭顿岛首部中弹 嫌疑人被击毙 据报导 这起的枪击案件发生在 上午8点45分左右 地点位于石潭顿岛斯塔普顿区 这名受伤的女警员在王子街20号 被枪击中着手 随后被一辆巡逻车 送往李士满大学医学中心 预料伤情无打碍 身份不明的嫌疑男子 被实施了心肺复苏数 而后被送往石潭顿岛大学北区医院 在那里被宣布死亡 此次枪击案件引起了 警方大规模的反响 纽约市紧急警报发布称 由于警方动员 该道路将会被封锁 石潭顿岛王子街交哈迪区的地区 将会有大量的紧急救援人员 请避开该地区 考虑其他的路线 目前尚不清楚这起事件的具体细节 纽约市长白思豪今天前往医院探视受伤的女警员 纽约今天开始限制王昭车司机在纽约市使用应用程式的人数 旨在提高司机的薪酬和缓解曼哈顿堵塞的情况的法规 但是Uber和Lift抗议表示 这些法规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Uber和Lift两间公司都反对这项前所未有的法规 称这将会阻止司机赚钱 还会导致偏远地区的低收入纽约人无法使用网昭车的服务 而这些地区又没有普通的计程车服务 但是纽约市政府没有接受这样的观点 新规限制了网昭车的数量上限 还规定了纽约市8万名网昭车司机的最低收入水平 纽约市计程车管理委员会TLC去年实施了多项的法律 地图的改变网昭车公司在这个北美最大城市的运营方式 纽约是网昭车行业最大的市场之一 TLC代理专员比尔·海恩泽在声明周为这些法律辩护称 他们的目的是要让企业承担责任 并阻止Uber和Lift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作为代价 导致市场过度的饱和 根据新西安娜大学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纽约人表示他们反对新的州牌照要求 西安娜学院的民意调查于9月8日至12号进行 显示大多数的纽约人不同意纽约州计划要求司机更换超过10年的车牌 60%的受访者反对 只有31%同意 大多数的州民对于25美元的车牌更换费用不满意 有75%的人认为是不公平的 只有23%的人认为州府可以收取费用 州长库默于上月宣布将会举行全州投票 让纽约州的居民选出心目中的新车牌设计 在五个选择中最终选出的设计 是由多个纽约著名的地标的综合体 包括尼亚加拉瀑布、曼哈顿的天际线、自由女神像和灯塔 州议员估计相关的收入将会为州库房带来两年共7500万元的收入 库默解释更换车牌的原因是由于为了配合闯红灯的摄影机 无现金收费系统和其他的设备 方便系统拍下违规汽车的车牌数字 可是即便是民主党人也不能接受州长的说法 指责他刮进纽约人的一分一毫 但库默随即反驳指出 收费并不是由他设定 而是在他上任之前的2009年就已经由州议会通过 据纽约邮报的消息 纽约市教育局正准备禁止公校的餐饮 向孩子们提供巧克力牛奶 市教育局消息人士称 基于健康的考量 教育局正在准备将巧克力牛奶 从公立学校的早餐和午餐的菜带中移除 目前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提供的牛奶种类 分别为1%的低脂牛奶 5脂牛奶和5脂巧克力牛奶 纽约市卫生局建议学校和家长 为儿童选择纯粹的牛奶 而非巧克力牛奶 将学校餐点中的巧克力牛奶化掉 可以减少儿童每日的摄糖量 但是也有学生的家长表示 拿走巧克力的牛奶 并不能解决学校的餐饮问题 还有其他的含糖饮料 认为学校的午餐并不健康 都是预先的包装 而且充满了防腐剂 一些纽约上周的奶容 上星期寄信给纽约市长白思豪 认为拿走巧克力牛奶 会降低孩子的牛奶摄入量 不过从旧基山到华盛顿DC 都已经禁止提供口味调和的牛奶 从本学年起 纽约市公校首次开始实施 无肉星期一 在周一只有提供素食的早午两餐 市长白思豪和教育局长 在今年的春季宣布 认为削减肉类 将可以改善纽约人的健康 并且减少室内的气体排放 纽约市教育局花了近900万元 为6000辆的校车购买了GPS 但根据一项最新的审计显示 高达80%的设备甚至从未的开启 调查局的特别专员 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 发现教育部的该项目表现不利令人震惊 因此要求严厉的处罚并解雇 教育局交通办公室主任罗宾逊 据报导教育局最初于2015年 与全球定位系统纳夫曼签订合约 记录特殊教育学生的交通费用 以获得医疗补助 全市每年运送约有5万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占约乘坐校车学生的总数的三分之一 但报告指出 教育局对于系统的安装、运行和跟踪的工作均不利 未能收集到所需的报销数据 教育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劣职校车服务的困扰 GPS系统被吹捧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解决方案 他们承诺家长们将不会再对于校车的污点 或是追踪校巴的位置感到茫然 调查发现 纳夫曼公司经常向教育部收取明显和服务无关的费用 包括一些远在西非和加州的费用 市教育局长卡兰萨表示 我们与纳夫曼的合同将于12月结束 报告建议对于罗宾逊进行纪律处分 但教育局没有发表评论